現在在他的修路 超級漂亮的 你們來北海道一定要來這邊看啊 各位 限定版 然後只有店鋪才有 這邊是不同燈具所做的燈罩 這個也是他們的椅子喔 嗨 大家好 我是老歐 歡迎大家收看老歐睡車上頻道 今天我人在北海道旭川這邊 然後我今天要去一個很有名的露營品牌的店 在旭川這邊 昨天用那個Instagram問他說 能不能讓我們去拍一下開箱 去做一下介紹 簡單訪問一下 沒想到他們同意了 那就現在要過去他們那邊 很緊張 第一次去訪問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這個品牌 然後要用簡單的日文 跟他們簡單的訪問一下 真的很緊張 這應該算是我目前做過最困難的影片了吧 困難的點就是溝通嘛 溝通 但是我又很多問題想要問他們 很想要了解他們的一些QA這樣子 那沒關係 都來了 只有我一個人 也沒錢請翻譯 所以自己一個人上了 期待接下來等一下的訪問了 各位 我現在人在旭川的Triple W What We Want 這個露營品牌的公司 昨天跟他聯絡 問他可不可以讓我們進來拍一下開箱 獲得他的同意了 那我們現在到他的那個總部吧 這邊應該算總部 後面有工廠 我們現在要去參觀他們的工廠 哇大雪 可愛 參觀他們的工廠 這裡就是他們的工廠 這是他們專業的工廠 超厲害 這個是那個甲具 這個我知道 我自己也有在做木工 哇這個店員超整齊 好厲害喔 這是他們的那個 作業有一個SOP 這樣 不好意思現在是他們的 午休時間 他們正在吃午飯 簡單參觀一下公廠 就是有一個動線 材料 切成小片的 これ 切ります 喔切ります 就是 從原木料然後從這邊 裁切 切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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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ります 切就是 讓它那個 補貼 補貼 它這邊是要再消平一點 補貼金 沙摩補 好 這邊就是一些細部零件 那個洗壓給的那個地方 哇 真的很酷 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第一次看到耶 壓上去然後 讓它打磨 這邊打磨大概是兩次 兩次打磨 當所有的那個零組件都 好了之後啊 會在這邊做壓盒 然後給它黏起來 它這邊應該是有上釘 然後再做交合 我應該是 窗外的景色 KIDA 然後在這邊做那個 他們的產品最後的組裝 就在這邊 寫一些東西啊 這一個環境真的是很棒 SIKO 日本嘛就是一定就是用他們的名牌 手工具 FAKITA 超讚 手工具都很讚 就是正常都會有一些HURA 我們現在在它的修路 超級漂亮的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喔 Triple W 成立至今已經30多年了 從當初的車庫目工 慢慢的成長到現在 品牌裡面是深處於事物泛濫的時代 什麼才是我們內心真正想要的呢? 做出一件可以讓人使用很久 越用就越更加的喜愛 並不是量產 而是小批量精緻的製作 那是他們努力的方向 其實啊現在也有不少人 直接就把錄音桌椅放在家裡使用 打造出一種自然又鬆弛的風格 真的是很不錯 這個燈造啊是他們銷售最好的產品 想當初來北海盜買的時候啊 是斷貨的狀態了 這些都是自家工廠設計製造生產的克米特油 展示間的產品款式非常的多 幾乎是包辦了所有 露營所需要的用的東西的 如果你們有來北海盜 真的要好好的來走一下 朝聖一番 這應該是最棒的伴手禮了吧 這個桌子的設計好特別啊 全部的東西看了都好想打包啊 全部的東西看了都好想打包啊 來你們猜猜看 這是哪一種物品的改裝配件呢 請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喔!這個 我明白 這個是別間公司做的 然後其他這邊全部都是他們的那個木工 喔!這個是他們那個金屬工廠 這個賣的最好的啊 就是金屬啊還有這個都是他們做的 啊!このLight 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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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很想買 這一套很漂亮 因為之前來的時候 就是這邊全部都缺貨 所以沒有賣 所以沒有賣 這個 一般的露營用品店啊都有 所以他們就沒有賣了 但是他們這個是 整個套裝的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跟他們店買 露營用品很多東西都是 可以用木座來做到 這個蠻好奇是什麼東西 S掛鉤嗎 這是耳環嗎? 好像是耳環 這個很有質感 蠻輕的 漂亮在每一個木屋都不太一樣 市面上有很多的那個 壺啊還是器具啊 他們都可以有這種套件下去 改 這個細緻度 這是很有質感的蚊箱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小蚊箱 這邊是日本有小的 但是台灣都大的 這個是溫度計 濕度計 也做了一個木頭的罩子上去 然後 這個應該是蚊箱吧 蚊箱 然後一個展示台 這個是那個鐵甲的套件 反正是市面上有金屬的東西都可以 哇這個小摺疊桌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是那種就是搭那個小帳篷的時候可以用 然後這個還可以那個 製正齁 喔可拆式 喔 すごい すごい 這個腳架也可以當他的腳架 哇這個厲害 Snowpick 喔Snowpick 喔Snowpick 喔 所以這個是Snowpick的套件 所以這個是Snowpick的套件 然後Snowpick套件就撞在他們這個 這個木板上面 實在是太厲害了 噴槍 Snowpick的噴槍 他們很多Snowpick的 產品 這個 天字架 有做這個細部的零件 很多 然後這個是那個 碗公 他們市面上的那個燈具啊 有一些比較有名的 賣得很好的 他們就會來做改裝 像這個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那個燈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路營用品呢 他都可以改成那個木頭 像Snowpick他們就會有很多的配件啊 他們都金屬的比較多 他們就會做一些木頭的東西 超讚 這個 我老婆有買一個 這個超多很貴 哇這個細節超多 哇這個細節超美的 然後這個 吊環啊 也是多一個這個皮革 然後再給它掛上去 整體的細緻度差蠻多的 這個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他們的 蠻漂亮的 這個刀 喔 長 好長喔 這個刀也太長了吧 這應該是 就是柴刀 你幫我錄一下 哇這個 這個 手感不錯耶 8 這個是8本 然後這是他們的那個 做的木筆 超美 這個是 show room才有 show room only only online and night event 哦 event 這個是限定版 然後只有店鋪才有 這邊的椅子每一張都很精緻 不愧是 旭川的木工 這個每一張椅子都很厲害 但是這個 價格我不敢問 我怕問了 欸 不好意思 問了沒買會不好意思 這個是 木頭 切得好細喔 然後 這個很舒服 超級舒服的 這個全包式的椅子很髒 這個好像也是摺疊的 放在家裡 應該是不錯 多了很多細部的工 你看看這個 這邊比較細 然後這邊比較粗 科米特里的變化很多 這張椅子放在房間 就是一張很強的單品 然後看著窗外的雪景 台灣應該是沒有雪景 這個我老婆也有買一張 雖然很貴 但是呢 真的是很漂亮 這張快要一千塊 這張快要一萬塊 但是它可以折疊 很方便攜帶 最喜歡它的 這個 一些細部的工 然後它上面的 木頭紋理很漂亮 他們說是用那個 核桃木做的 核桃木就是質地比較堅硬 那國外也蠻流行的 日本這邊也很多 這種核桃木 像這個顏色啊 這個顏色就是都核桃木 然後這個 這個顏色就不一樣 木頭紋理 喔這個是橡木 這是橡木 橡木就是 歐美還蠻多的 然後北海道這邊也蠻多的 這邊是不同燈具所做的燈罩 上面這邊是那個 GZ燈 就是目前台灣最多很幼的燈 然後下面這邊是 這個 Z燈 的燈 台灣好像比較少 有這個 所以他們 這邊也做的比較少 日本這邊應該也 比較多都是用 上面這邊的 等一下買一個回家 這邊有一個很細的 自放架 放在家也不錯 這個錄影啊 放在 你的銀位其實也蠻好的 可怕在車子旁邊之類的 這裡也有一個完全不同 就是 這個是 Snow Peak的腳 然後這是他們的桌子 哇 光是 一個腳的配件 就可以做出一張桌子 超好看 這邊是他們的家具的部分 其實我在旭川 有看過兩三家 蠻有名的 那個家具之人的店 那個家具 一張椅子 都是兩三萬塊錢 這樣子 這邊應該也是不便宜的啊 等一下來看一下他們的家具 這個沙發 外面的風景 哇 聖誕樹耶 超美的 這軟裝布置也很厲害 重要的是 放上他們的家具 這個櫃子 超美 不過其實 家具的話 很多地方也都有不錯的 這邊是他們的 手作的細緻度算很好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 買回去放家裡 這是他們的椅子 哇 這個垂墜感 這個功夫真的蠻厲害的 像溫香一樣的漩渦 是 那麼 是 有